大家好,大家都有花生吃,都等我講 你都要給我一點時間 他每天都在半夜三間出片 大家知道我十二點出片,廢話不說 首先用分多鐘說一說,因為有很大的關係 很多人都覺得,其實Tekni哥哥很想Youtuber死 因為我講的,其實我是喜歡看人扑街 但大家搞清楚,喜歡看人扑街和我弄到他扑街是兩回事 因為你每個人都喜歡看人扑街,但你去下手弄死,弄到他扑街是兩回事 因為其他KOL扑街都扑街死了 其實對我這類可能講花生的Youtuber來說是沒有好處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死了,我說什麼? 就像世界老一樣死,世界都死了之後 其實我都沒有話說,對我來說很影響 所以其實我跟蘋果日報的黎智英一樣 我是想看到人扑街,但我不是想去死 大家明白 即是他要不死才可以繼續扑街,我才有話說 所以大家不要再搞亂一件事 就是我Tekni哥哥不想他們死 我只是想他們扑街 我希望他們哪裏下跌,哪裏下跌,哪裏下跌,哪裏下跌 所以我對他們完全沒有一個特異的港元,開箱 首先這條影片如果要評價的話 我覺得其實好像似曾相識 就是這個世界佬的影片 即是看完好像沒有看過 即是世界佬看了20多分鐘 我看完都不知道看了什麼 那這條影片十多分鐘,我看完都覺得 不夠入獄,蜻蜓點水 首先我們逐點說,即是由頭講起 首先一開始看到後面的酷筍沒有了 我已經笑過出聲當場,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大家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後面的酷筍就是她的日生帝國那些 亦都是被人說是用淘寶買的 那她就馬上掃了,整間屋 整個背景都空曠了 但很多人都說,Sunny哥哥 為何你道歉都戴帽子,這麼沒有誠意 當然啦,如果你是忠實粉絲 你知道她前陣子受這個髮線影響脫髮 那為何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要做功課,當然要看她的影片 所以很清楚 但始終戴著帽子,好像沒有誠意 即是露出兇暴,不需要帶帽子道歉 似乎有點奇怪 但這就是小事 因為內容比較重要 首先開波她就直接解釋了淘寶事件 她的解釋就是什麼呢? GOMEN A SIDE! 直接道歉 即是承認 她說是朋友介紹 大家留意是2018年 你們說2018年她是投標了2019年的年宵 所以她就問朋友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到自己的產品 朋友介紹了淘寶給她 追溯的時間 但這個你勉強可以接受 因為反送中條例是2019年3月才大規模開始 然後到6月的時候 由警察開槍 我小弟也有出去 所以如果你說2018年初 2019年連標 這一次我們都可以算 因為那時候 反修例是未爆發的 這個我也算了 但是她的影片有說 她說直到上年10月開始才沒有用淘寶 即是什麼意思呢? 2019年 2020年她的連銷 和她之後在K11的商場賣東西 其實她承認了是有用淘寶的 很奇怪 因為SUNNY哥哥一直以來都是用黃色戰士 黃色戰士 黃色鬥士 這個形象 加上她多次強烈譴責中國的貨品 為何你2020年都還在用 因為那時候是反送中條例是大爆發最激烈的時期 加上你的人切 直到現在 你仍然是一個很亢奮的戰士 加上你不要忘記 她連銷即是2020年 那些口號是什麼? 振興黃色經濟圈 這個真的很匪夷所思 振興黃色經濟圈 但是現在你買的東西是淘寶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是不接受的 這件事很奇怪的 你明知那件事 她們說就說 她們當時沒有想過 地區和沒有想過 這是淘寶 但她的朋友是介紹淘寶商店給你的 那你2020年還沒有考慮這件事 我就覺得很明顯 你在明知的情況下再用 我覺得這件事我是不可能接受 但當然 她這條片其實不是給我們看的 她是拍給支持她的小學生 以至中學生看 她是拍給老闆看 即是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Hater 她知道是救不快 她是想救回 其實這條片書 是想救回盛餘的觀眾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些留言 很多都是小學生 小學生相對 譬如我當她今年11歲 或者10歲 12、3 其實說反送中 可能兩三年前 她可能十歲都不夠 對於小學生來說 首先她在分辨大是大非 其實未必會有這麼準確 或者覺得這麼重要 即是反送中 因為她只有八、九歲 她真的懂些什麼 說真的 共產黨有什麼 威水屎 她們不會知道 所以對她們來說 這些事情 也不太重要 說謊 只要她們肯道歉 就要原諒她 即是像耶穌一樣 77次原諒 對於小朋友來說 這件事 他們會覺得沒什麼 所以其實她是想挽救 這班小朋友 是摸口飛 因為對於大人來說 聽就知道有問題 即是不需要我分析 你們都知道 接著她就說 將來 即是由現在開始 Emark Color 他們不會再用這個 他們會轉用香港和台灣 基本上 去到2022年 還說這些什麼 不用中國 不用美國 即是跟中國人說 不用美國 不用日本 那樣不知所謂 喂 你用香港和台灣 其實你那些廠 又不是用回中國 你自己是 其實到今時今日 這個地球圈 你再說什麼 不用哪個國家 其實沒什麼可能 你這樣說 只不過是自欺欺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算你和台灣的廠 合作 台灣他們都是會 和中國訂購東西 或者他們的機器 可能都是中國 其實都是多塊魚的 其實都是自我安慰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中國 美國 你用iPhone都是富士看 所以2022年還說這些 不用 即是 我一定要台灣 即是跟台灣合作 其實台灣根本 跟國安廠 又不是找中國 其實多塊魚 即是不要再搞這些 好 接著 淘寶這件事 其實是說不通的 它道歉沒有用的 我想問一下 當時2022年 為了支持你 為了震興 黃色經濟圈 觀眾排了三四個中隊 即是買了你那些 酷筍 那你現在道歉就算了 那你那些酷筍 當然沒得退 難道退回給你 錢二代 你底線得理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你那些觀眾 有什麼感想 如果那些觀眾 買了連銷 都覺得沒問題 那我們外人 真的沒話可說 他這樣也能接受 OK 第二個就是NFT 其實我說的NFT 其實不是很大的問題 說來說去 都是18歲以下的問題 其實 老實說 真的有小朋友買到NFT 我相信有 但應該不會很多 所以這個問題我一向都覺得不大 相比淘寶 那他就是 但我覺得他解釋得不好 Creamy 說什麼 他們會跟那個 入金那間 那間 說 AhuTV 即是18歲以上才可以入金 但我想說 其實要破解很容易 因為他們說 如果你是AhuTV的觀眾 可以有幾個%的 Discount 但如果 簡單來說 如果我不用AhuTV觀眾的身份 我直接用一個 客人的身份去入金 那就是18歲以下都可以入金 因為本身入錢 這件事不受規管 即是8萬以下 其實都是多塊 其實我需要買 即是一個小朋友是可以買到的 當然這件事我沒有興趣 去挑戰他 因為 其實小朋友如果買到這個 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但我覺得 算了 這個事情不要兜了 接著 他就說 AMA的直播 為何不放 這件事我就不多說了 相信 如果你有看過一條直播的人 大部份評價都是 有些稀皮笑臉 很不認真 很不耐煩 很囂 等等 這個但我沒有看過 但是留意 日生哥哥一直都說 因為他不想在自己的頻道 再宣傳NFT 為理由是不放出來 即是他是因為不想宣傳NFT 而不是因為覺得很疼 他是用這個理由去解釋 為何不放 但他自己也有說過 其實是因為他覺得這條片很疼 而不是因為宣不宣傳 這個是態度和回應 這是一個主要問題 但是之前他不刷那條NFT回應片 他又說是因為想留在那裡 等大家 等他自己可以反省自己的錯誤 而這個理論 為何直播拆了 你又不留在那裡 讓自己反省一下 其實 矛盾得有點 自打嘴巴有點緊要 當然NGO這個位置 因為我都不太熟 那我就不說太多 NGO這些 因為免得說錯 但我覺得 因為現在他們的形象 都被人說是 騙錢 即是老千 即是淘寶 即是擺明掠你一吹 即是這樣的形象 搞NGO我就覺得 嗯 真的不相信 不知說什麼 但這件事 我不評論了 但我不覺得可行 接著就是他沒有解釋過DC 那件事 即是他之前來拆留言 去說那些事情 這樣 其實 如果你拿回DC那句話 我就覺得重大問題 即是那個 Creamy說 日生哥哥 即是幫我們 即是這條戰線打了11年 對 11年 即是2011年開始打 哇 那你2019年又用淘寶 你 哈哈 這樣就說不通 那樣就爆了 即是如果你是狼殺 你就撩爆 大佬 最大問題 你那個黃龍德又怎樣呢 那個千斤 即是叫人吃樹根 那樣東西 那他又在那個留言 那裡馬上出 留言 那你可以看到 阿虎TV 馬上把留言置頂 即是其實他們三個都談好 說明了 你一出留言 我馬上置頂 即是他們知道 會有這個留言 基本上 那條留言 是不是道歉呢 喂 我完全感覺不到誠意 說真的 即是很難可 大哥 你明白嗎 很難可 而且基本上 我直接說道歉 都沒有用 因為你現在人切爆了 最大問題 即是你現在那個嘴唸 別人知道 原來你是這樣的嘴唸 即是覺得那些觀眾 是窮蟹吃樹根 即是你現在 這件事你 不翻 即是如果你由頭到尾 都是保持著這個人切 那沒有什麼 但問題是你平時 在影片中 又是懶有義氣 又是什麼什麼 但現在說這些 是看不起那些觀眾 那你的人切爆了 你以後也不翻 因為觀眾 你的既定印象 已經進入了觀眾的心裡面 所以其實多一塊魚 這個我覺得 算了 基本上 整條影片說完了 他説勇於承擔 但我想問 那買了淘寶的觀眾 怎麼辦 即是你承認錯誤 但那個責任是觀眾什麼 即是如果你有退錢 就沒話可說 對不對 你肯退錢 我相信 有些觀眾會調戲順一點 但 形象上 一旦損毀都很難夠 那條影片出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訂閱數 跌得更厲害 即是截稿到這一刻 跌到50.5 好像跌了3000 就是這條影片 不知道關不關事 OK 整條影片 大致上 暫時說完 看看觀眾有什麼需要補充 可以留意 那我這裡最後說一說 我覺得 如果相比起世界佬 我覺得世界佬 真的比較慘 心不奉事 你看世界佬 首先我們 如果把夾公仔定義 騙人 我們當是騙人 假設 你世界佬搞夾公仔 就算是騙小孩 其實世界佬這麼辛苦 那些小孩夾公仔 最多是一千幾百 哇 搞這麼多東西 才騙一千幾百 但你看看現在日生哥哥的年宵 挺好賺 他說自己賺二千萬 不知道是不是 但其實吃水 你自己算一下成本 當然這個時候 有些人說 那你人工 那些燈油火 那些不用算 你算起來 你也是賺到很糟糕 你自己算一下 你有數算 你的成本多少 你賣多少 你的數量賣多少 對吧 沒錢賺 誰會搞年宵 好像我這樣 黃標拍片為興趣 說完你也想笑 所以我覺得世界佬 我真的想幫世界佬平反 如果世界佬想我平反 請P.M.我 把你的資料給我 幫你出片平反 最後就可以看到這個巨龍哥哥 當然不會收拾 他馬上在Facebook畫了 張圖串糕 SUNNY哥哥 這件事就 我覺得以巨龍 在巨龍這麼討厭他的情況 是正常的 他一天 如果我失敗了 他都應該馬上開局 趕不及了 那你說對不對 沒有東西 作為個人 個人立場來說 我覺得他沒有問題 你這個仇家 你難道不會踩到他的腳嗎 但他畢竟是一個 100萬訂閱的Youtuber 他又不是靠這些花生去賺吃 他是不是有些小器呢 由觀眾定奪 但以個人 如果給了我是他 我都會直接說 我個人很客觀 你不要以為我是不喜歡巨龍 我是會出Po 但問題是 我巨龍每次趕完 他就很容易吃到回力標 到底會不會馬上去買東西 我們不知道 好了 今次的花生片來到這裡 觀眾想 如果有什麼想 我再說可以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